尹志平陆冠英正打呢 彭莲虎一帮人进来了 尹陆二人见有人进来 立时停了手 还没张嘴问呢 沙通天晃身上前 双手分抓 已经拿住了二人的手腕 彭莲虎弯腰解开了侯通海手上的绑带 侯通海憋了半天 早已气得死去活来 不等取出嘴里的布片 侯头闷吼 连连挥掌往程瑶家脸上劈去 程瑶家绕布让过 侯通海脸都紫了 双拳直上直下的猛打过去 彭莲虎拦叫且慢动手 问名贵再说呀 侯通海嘴里头耳朵里头 还塞着布呢 哪听得见呢 陆冠英 万上的麦门被沙通天扣住 就觉得半身酸麻动弹不得 但见程瑶家情势危急 侯通海跟疯狗似的 转眼就要遭他毒手啊 也不知从哪忽然来了一股大力 一针就挣脱了沙通天的掌握 猛往侯通海那边跳过去 他人还没接近 被彭莲虎一下弯腿勾踢 扑摔倒了 彭莲虎抓住他的后脖领提了起来 你是谁 那装神弄鬼的家伙哪儿去了 就听得 子牛一声 店门缓缓推开 大家伙一起回头 可没人进来 瞧不见人 彭莲虎等人不禁心里头 都感到一阵寒意 忽然见一个 蓬头散发的女子 在门口一探 梁子翁和林志上人 跳起身来 齐声惊呼 哎 不好 有女鬼 彭莲虎啊 他倒看清楚了 只是个寻常的香菇 进来 傻姑笑嘻嘻的 走了进来 伸了伸舌头 哎呦 这么多人呢 梁子翁先前叫了一声 有女鬼 这时候 却见傻姑衣衫蓝褛 傻里傻气的 是个乡下的女子 不禁恼羞成怒 纵身上前 你是谁啊 伸手去拿她的手臂 哪知道 这个傻姑手臂急缩 反手就是一掌 正是桃花岛武学 碧波掌法 他学的虽然不精 可是这掌法 却挺奥妙 梁子翁呢 他没有半点防备 啪 那一声 这一掌 结结实实的 打在他手臂之上 还不轻 梁子翁又惊又怒啊 啊 好啊 你装傻 七身上前 双拳齐出 傻姑退步让开 忽然指着梁子翁的光头 哈哈大笑 这一笑啊 太出众人意料之外了 梁子翁更是愕然 隔了一会儿 才右拳猛击出去 傻姑举手挡架 身子晃了几晃 知道打不过 转身就跑 梁子翁哪容他逃走啊 左腿跨出 已经拦住他的去路 回肘后撞 回拳反拍 傻姑这鼻子上 就挨了一下 只疼着他 眼前金星乱冒 大叫 啊 吃西瓜的妹子 快出来救人呐 有人打我 黄荣大惊 他心想 没杀了这傻姑娘 留下来果然是祸害 突然间 听得有人轻轻哼了一声 这一声虽然很轻 黄荣的心头 却是通得一跳 惊喜焦急 我跌倒了 赶忙凑到小孔那观看 果然 见黄药师脸上 照着人皮面具 站在门口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大家都没有见到 像是刚来 右相呢 比别人还先进屋 这时候 一见到他那张 木然不动 没有半点表情的脸 都感到全身 不寒而栗 他这脸呢 既不是青面獠牙 又没有恶行怪状 但是实在不像一张 活人的脸 刚才傻姑 只和梁子翁拆了三招 但是黄药师已经瞧出来 他是本门的弟子 心里很奇怪 姑娘 你师父是谁啊 他到哪儿去了 傻姑摇了摇头 看着黄药师这张怪脸 呆了一呆 忽然拍手大笑起来 黄药师眉头微皱 知道 他要不是自己的再传弟子 也必然和本门 很有渊源 黄药师对本门弟子 最爱护 绝不容许旁人欺负 梅超峰犯了判施的大罪 但是一败在郭靖之首 他就出来保护 何况傻姑 这天真烂漫的姑娘 哦 傻孩子 人家打了你 你怎么不去打他呀 前些天哪 黄药师在大船上 查问女儿下落的时候 没戴面具 这次面目不同 众人都没认出来 但一听他的声音 蜿蜒烈 杨康 彭莲虎等三个人 已经隐约猜到 是他 彭莲虎知道 在这魔头手下 绝讨不了好 只怕昨晚在皇宫中 遇到的就是这个人 打定主意 绝不和他动手 一有机会啊 立即三十六招 走为上招 就听傻姑说 嗯 我打不过他 谁说你打不过他呀 他打你鼻子 你也打他鼻子 一拳还三拳 打他 傻姑笑了 好啊 他也不想梁子翁本领 比他大多了 走到他面前 你打我鼻子 我也打你鼻子 一拳还三拳 对准梁子翁的鼻子 就是一拳 梁子翁举手就挡 忽然 忽然臂弯里取持学一麻 这个手臂啊 只伸到一半 伸不上去了 砰的一声 鼻子上果然吃了一拳 傻姑叫起来了 第二拳 说着又是一拳 梁子翁 坐腰尘胯 拔背寒凶 左手 平手外翻 这是擒拿法的一招高招 眼见呢 就要把傻姑的胳膊骨翻得脱臼 哪知道 这个手指啊 和傻姑的手臂 要碰没碰的时候 上臂 臂如雪 又是一阵酸麻 这一手竟然翻不出去 啊 砰的一声 鼻子又中了一拳 这一拳力道沉猛 打得他身子后仰 还晃了几晃 这一来 梁子翁固然是惊怒交加 旁边的人 也无不惊讶 只有鹏莲虎 他精于暗器 每当梁子翁招架的时候 两次都听到非常轻的 痴痴的声 他知道 是黄药师发出的金针之类 微小的暗器 打中了梁子翁的穴道 只是 不见他手臂晃动 怎么发出来的呢 他哪知道 黄药师在衣袖中 弹指发针 金针穿破衣袖 再打敌人 无影无踪 疏忽就到 对方哪夺得了啊 就听傻姑娘还叫呢 第三下 梁子翁俩胳膊不听使唤 眼见拳头迎面来了 只得退步闪避 哪知道 刚要抬腿呢 右腿内侧 白海学生又是一麻 刚感到惊异 眼前火花飞舞 眼眶中酸酸的 要流泪 原来鼻子上 端端正正的 又中了一拳 还牵动了泪穴了 他想啊 鼻舞打败 还不要紧 泪水如果流下来了 一生的声明 不免就此断送 急忙举起袖子擦眼 一台胳膊才想到 哦 我这手臂已经不能动了 两行泪水 终于从脸上流下来了 傻姑见他流眼泪 还说呢 啊 别哭了 你不用害怕 我不再打你了就是 这三句倦慰的话呀 这比起鼻子上的三拳 更让梁子翁感到无地自容 奋机之下 哇的一声 吐了一口鲜血 抬头向黄药师说 阁下是谁 暗中伤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黄药师冷笑 哼 凭你 也配问我的名号 突然提高声音 统统给我滚出去 众人在一旁 早已经四肢百害都不自在 胆战心惊他 呆呆地站在殿堂之中 不知怎么着啊 听他这么一叫 当时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 这回行了 彭莲虎领头 就要出去 只走了两步 就见黄药师挡在门口 并没有让路的意思 就站住 黄药师骂他 哎 放你们走 偏要不走 是不是 要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宰了 彭莲虎 早就听说黄药师性情乖僻 说得出就做得到 当即向众人说 啊 这位前辈先生叫大伙出去 咱们都走吧 侯通海这时候 已经扯出嘴里的布片 给我让开 冲到黄药师跟前 瞪着俩眼 黄药师毫不理会 要我让路 量你们也不配 要命的 都从我胯下钻过去吧 众人面面相去 脸上都有怒容啊 心想 你本领再高 眼下放着 这么多武林高手在这 合力跟你一拼 也未必就非败不可呀 这侯通海不是二吗 他怒吼一声 带头向黄药师扑过去了 就听一声冷笑 黄药师左手已经把 侯通海的身子高高提起来 右手拉住他的左膀 向外一扯 咔的一声 硬生生的 把一条手臂连肉带骨头 扯成两截 黄药师把断臂和人 同时往地下一扔 抬头向天 理也不理 侯通海当时就疼得 晕死过去了 断臂伤口血如泉涌 众人无不失色 黄药师缓缓地转过头 目光逐一在众人脸上扫过 您想啊 沙通天 彭莲湖等人 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大魔头 但是见到黄药师的眼光 向自己身上移过来 无不机灵灵灵地打个冷战 就感到寒毛直树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猛然间 就听黄药师喝道 钻是不钻 众人受他声威的震慑 竟然不敢群起而攻 彭莲虎一低头 首先从他胯下钻了过去 沙通天 放开引路二人抱住尸地 杨康扶着完颜红烈 最后是梁子翁和灵智上人 都一个一个的 从黄药师胯下钻了出去 一出殿门呐 人人抱头鼠窜 回头瞧一眼 那谁敢哪 黄药师仰天一笑 冠英和这位姑娘留着 陆冠英早知是祖师爷到了 但见他戴着面具 只怕他不愿意露出行迹 当下不敢称呼 只恭恭敬敬地 跪下拜了四拜 尹志平见了黄药师 这样的威势 心知此人非同小可 义公申 权真教长春门下弟子尹志平 拜见前辈 黄药师说 人人都滚了出去 我又没叫你留着 还在这儿 是活得不耐烦了 尹志平一愣 弟子是权真教长春门下 并非奸人 诶 权真教怎么了 黄药师说着顺手在桌上抓下来 抓下了板桌上一块木块 胳膊也不动 手也不扬 那个木块啊 以轻飘飘的向尹志平迎面飞过去 尹志平赶忙举 扶尘挡住 哪知道 这个小小木块 就像是跟金刚聚处 只觉得一股大力撞过来 势不可当啊 连带扶尘 一起打在他的嘴边 一阵疼痛 嘴里边忽然觉得 多了什么东西 急忙吐在掌中 却是几颗牙 满手的鲜血 不禁又惊又怕 不敢吭声 黄药师冷冷的 我就是黄药师 黑药师 你全真派 要我怎么好看呢 这话一说 尹志平和程妖家 当然是大吃一惊 陆冠英也是胆战心寒 暗想 我和这小道士 刚才斗嘴 都让祖师爷听到了 我对赵王爷说的话 要是也被他听见了 那 那可麻烦 就怕连我爹 哎呀 不由的背上 是冷汗直冒 尹志平 手捂着脸 你是武林的大宗师 怎么形势如此乖张 江南六怪是狭义之人 你凭什么要苦苦相逼 要不是我师父传了消息 他六门老小 岂不是都被你杀了 黄药师大怒 哦 怪不得我找不着啊 原来是有群杂毛 从中多事 一听这话 尹志平是又叫又跳 你要杀就杀 我是不怕你的 你背后 骂我骂得好啊 尹志平这会儿豁出去 不要命了 我当面也骂你 你这妖魔邪道 你这怪物 黄药师自成名以来 不论黑道白道的人物 哪一个敢当面有丝毫的冒犯呢 被尹志平如此放肆的辱骂 嗯 那是近数十年来 没遇到过的事 自己刚才对侯通海的狠辣手段 他明明亲眼所见 居然还是这般倔强 实在是大出意料之外 这个小道士骨头硬 胆子大 倒和自己年轻的时候 性子挺相似 哎 他倒有点喜欢他 踏上一步 冷冷的 你有种 就再骂一句 我不骂你 天要骂你这 幽谋老怪 陆冠英心说 不妙 小道士这番难逃性命 大胆的畜生 竟敢冒犯我祖师爷 举刀就向他尖头砍去 陆冠英这一刀啊 是好意 心想 祖师爷受他如此的侮辱 下手怎么能容情呢 只要一出手 十个银志平也得当场送命 要是自己呢 把他砍伤 或许能够使祖师爷消消气 饶了这小道士的性命 尹志平哪知道啊 他跳开两步 横眉怒目 我今天不想活了 我偏要骂个痛快 陆冠英啊 有心要把他砍伤 好救他一命 于是又挥刀横砍 当的一声 程瑶家 仗剑架开 我也是全真门下 要杀 就把我们师兄妹 一起杀了 这一招啊 大出引之凭意料之外 程师妹 好 两个人并肩而立 眼睁睁地望着黄药师 这么一来 陆冠英也不便再动手了 黄药师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 有胆量 有鼓气 我黄老邪 本来就是邪魔外道 也没算骂错了 你师父还是我的晚辈 我岂能跟你小道士一般见识啊 去吧 呼的伸手 一把 把尹志平当胸抓住 往外甩出 尹志平身不由主的 往门外飞去 满以为这一跤 一定是摔得不轻 哪知道 双脚落地 哎 居然好端端地站着 就像是黄药师抱着他 轻轻放在地下一样 他呆了半上心说 好险 这尹志平 就算胆子再大 终究也不敢再进屋去骂人了 摸了摸肿起半边的脸 转身走了 黄药师手下留情 尹志平 尹志平不敢再骂了 转身走了 程瑶家呢 也要出门 黄药师说 慢着 他伸手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 你 愿意嫁给他做妻子 是不是啊 说着 向陆冠英一指 程瑶家吃了一惊 煞时间只吓得脸色雪白 随即又变红了 不知所措 黄药师说 你那小道士师兄 骂得好啊 说我是邪魔怪物 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 江湖上谁不知道啊 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义礼法 罪恶的是圣贤劫烈 这些都是欺骗愚夫愚妇的东西 天下人世世代代 蒙然不觉 真是可怜又可笑 哎 我黄药师偏不信这个 人人说我是邪魔外道 我这邪魔外道 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混蛋 害死的人只怕还少几个呢 程瑶家不说话 心里边突突乱跳 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自己 你呀 你明明白白的对我说 是不是想嫁给我这徒孙 啊 我喜欢有骨气性子爽快的孩子 刚才那个小道士在背后骂我 哎 要是当我面就不敢骂了 反而跪下哀求 你瞧我杀不杀他 嘿 哎呀 你在危难之中 挺身而出 竟敢去帮小道士 人品是不错的 很配得上我这徒孙 啊 快说吧 程瑶家呀 心里头十分愿意 可是这种事 对自己亲生父母也说不出口 岂能向一个初次会面的外人明说呢 更何况 陆冠英就在身边 那太不好意思了 黄药师见陆冠英也是低垂了头 心里头忽然想起女儿 叹了一口气 哎 要是你们两相情愿呢 我就成就了这桩美事 儿女婚姻之事 连父母也是勉强不来的 他想到当时 要是好好同意了女儿和郭靖的亲事 那么女儿就未必会惨死大海 心里一烦 厉声地说 管英 别给我托泥带水的 到底你要不要他做妻子 陆冠英吓了一跳 祖师爷 孙儿只怕配不上这位 配得上的 你是我的徒孙 就是公主娘娘也配得上 陆冠英啊 见了祖师爷的形势 知道再不爽爽快快的 眼下就有一场大苦头吃 孙儿是千情万怨 黄药师微微一笑 嗯 那好 姑娘你呢 程瑶家听了陆冠英这话 心里头挺甜 又听黄药师也问他 低下头来 半天才说 那 那得要我爹爹做主 黄药师说 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全是狗屁不通 我偏要做主 你爹要是不服啊 这么着 叫他来找我比划比划 嗯 我爹只会算账写字 不会武功 哎 比算账写字也行啊 嗯 讲到算术 天下有谁算得过我呀 快说 你愿不愿意 程瑶家还是不说话 啊 好 那么 你是不愿意的了 那这个也由得你 咱们 说一句算一句 黄老邪 向来不许人反悔 啊 程瑶家偷眼 向陆冠英望了一眼 见他神色很是焦急 心想 爹是最疼爱我了 我让姑妈跟爹说 你再请人来求亲 他必然答应 你何必这么慌张呢 黄药师站起身来 欢迎啊 跟我去找江南六怪 日后 你再跟这个姑娘说一句话 我把你们两个人舌头都割了 陆冠英吓了一跳 知道 祖师爷言出必行 这可不是玩的 赶忙走到程瑶家跟前 作了一个一 小姐 陆冠英武艺低威 无才无学 身在草莽 原本高攀不上 可今日 得与小姐相会 确实有缘 程瑶家低声的 公子不必太谦 我 我不是 随即啊 又没事了 陆冠英心中一动 想起 他曾出过那个 点头摇头的主意 小姐 你要是嫌弃陆某 那就摇摇头 说完这句话 陆冠英心里头 砰砰的乱跳 他就怕他摇头 过了半天 程瑶家连手指头也没动 陆冠英大喜 姑娘既然同意了 就请点点头 哪知道啊 程瑶家还是目然不动 陆冠英自然焦急 黄药师更是大不耐烦了 哎 你又不摇头 又不点头 那算什么呀 嗯 不摇头 就 就是点头了 这几个字 说的呀 跟蚊子叫似的 也亏得黄药师 内功深战 耳朵极灵 才总算听到了 那要是少了几年修炼 也只能见到他的嘴唇 似动非动的 黄药师哈哈大笑 好 王重阳一生豪气干云 却收了这个扭扭捏捏的 一个徒孙 真是好笑 好好 今天呢 我就给你们成亲 哎呀 陆程二人都吓了一跳 望着黄药师说不出话来 那个傻姑娘呢 我要问问她师父是谁 三个人环顾堂中 傻姑娘却已经不知去向 现在呀 咱们也不忙找她 管英 你这就跟陈姑娘 在这拜天地成亲 哎呀 祖师爷这么爱惜孙儿 孙儿真是粉身罪骨也难抱 只是 只是在这儿成亲似乎 过于仓促 哎 你是桃花岛门人 难道也守世俗的礼法 来来来 两个人啊 过来 并排站着 向外拜天 这话呀 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威严 程瑶家到了这个地步 只得和陆冠英 并肩而立 拜天 黄耀师呢 还继续当司仪 向内拜地 哎 拜你们的祖师爷呀 哎 就是我 哎 好好 痛快痛快 夫妻两人对拜 这出好戏呀 在黄耀师的指挥下 逐步上演 黄荣和郭靖 在暗室一直瞧着 都是又惊又喜 又是好笑 只听黄耀师又说 哎 这可妙极了 观音 你去弄一对蜡烛来 今晚你们洞房花烛 啊 啊 祖师爷 怎么了 拜了天地 下边不就是入洞房吗 你们夫妻俩都是学武的人 难道洞房也一定要啊 什么锦房秀背的 这破屋柴铺 就做不得洞房啊 陆观音不敢作声 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又惊又喜 按他的话 到村里头 跑了一对红竹 买了些白酒黄鸡 和程耀家 在厨房中做好了 服侍祖师爷 喝酒吃饭 此后黄耀师再不说话 只是仰起了头 心中想着女儿 暗自神伤 黄荣瞧着她的神情 料想是在记挂着自己 心里头难受 几次要开门呼叫 却怕被父亲一见到 就抓了自己回桃花岛去 他纵然不杀郭靖 郭靖这条命 那也就此丢了 这么一想 伸到门上的手 又缩了回来 路程二人 偷偷瞧着黄耀师 又互相对望一眼 惊喜尴尬 面红耳赤 谁也不敢作声 欧阳客躺在柴草之中 全都听在耳朵里 虽然肚子里饥饿难熬 那也是连大气 也不敢喘上一口 天色逐渐昏暗 程瑶家心跳越来越厉害 只听黄耀师自言自语 哎呀 那个傻姑娘怎么还不回来呢 嗯 亮那些奸贼也不敢向他动手 转头对陆冠英说 今晚洞房花烛 哎 你怎么还不点蜡烛啊 陆冠英说是 取出火刀火石点亮蜡烛 烛光下 见程大小姐云病如雾 相塞胜血 脸上惊喜羞涩之情 实在是难以描绘 门外呢 重生低雨 风冻翠竹 真不知是真是患呢 黄耀师拿一条板凳 放在门口 横躺在凳子上 不多时 憨声响起 已经睡着了 陆成二人 却仍然不动 过了很久 红烛烧尽 火光熄灭 躺上漆黑一团 陆成二人 低声模模糊糊地 说了几句话 黄荣侧耳倾听 却听不出说的什么 忽然觉得 郭靖身体颤动 呼吸急促 似乎内息进了岔道 忙聚精会神 的运气帮助他 等他气息凝定 再从小孔往外张望 只见月光横斜 从破窗中照射进来 陆成二人 已经并肩依偎 坐在一张板凳之上 就听成瑶家低声地说 你可知 今天是什么日子 陆冠英说 是咱俩的大喜的日子啊 那还又说 今天 是七月初二 是我三表姨妈的生日 陆冠英乐了 哦 你们家亲戚一定很多 是不是 难为你记得这么多人的生日啊 黄荣 心说 你夫人家里头是宝英大族 他的什么姨妈 姑妈 外甥 侄 这一个个做起生日来 到时候 一定会累坏你这位 太湖的陆大寨主 哎 他猛然想起 今天七月初二 靖哥哥要到初七才能痊愈 丐帮呢 七月十五大会岳阳城 事情可紧急的很了 呼听的门外 一声呼啸 跟着哈哈大笑 声震无瓦 正是周伯通的声音 就听他叫 哎 老都不 你从临安追到嘉兴 哎 又从嘉兴追回临安 这一天一夜之间 始终追不上我老顽童 咱哥俩啊 胜负已决 你还比什么呀 黄荣吃了一惊 临安到嘉兴 来回五百多里呀 这两个人 腿脚好快 又听欧阳峰的声音 你逃到天边 我追你到天边 好好好 那咱俩就 啊 不吃饭 不睡觉 不拉尿 咱们晒一晒 谁跑得快 谁跑得长久 你敢不敢呢 啊 嘿嘿 有什么不敢呢 倒要瞧瞧 是谁 先累死了 哎 好好好 老独 比到啊 这个忍屎忍尿 那你是绝比不过我的 两个人化身刚露 一起放声长啸 啸声却已在远处十多丈之外 陆冠英和程瑶家 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深夜之中 听他们忽来忽去 不禁相顾骇然 携手同到门口观看 黄荣心想 他们两个人比赛角力 我爹一定要跟着去看个明白 果然 听陆冠英说 哎 祖师爷呢 又听程瑶家说 你瞧 那边三个人影 最后那一位好像是你祖师爷 是啊 哎呀 怎么一晃眼功夫 他们跑得这么远了 那两位不知是何方高人呢 可惜不曾得见 黄荣心想 老顽童也还罢了 老毒物见了 可没什么好处 陆成二人 见黄药师走了 以为店里边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心里头再没有顾忌了 陆冠英搂住新婚妻子的腰 妹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都结婚了 还不知道叫什么呢 程瑶家笑了 我不说 你猜猜 陆冠英说 不是小猫 就是小狗 都不是 是母老虎 陆冠英说 哦 那非捉住不可 程瑶家一睁 跳过了桌子 陆冠英笑着来追 一个逃 一个追 两个人嘻嘻哈哈的 在殿堂中 绕来绕去 星光微弱 黄荣在小镜子中 瞧不清二人的身形 只是微笑着轻听 黄荣的右手 和郭靖的左掌相提 就觉得 郭靖手掌心越来越热 身子左右摇荡 也是越来越快 不觉惊慌起来 靖哥哥 怎么了 郭靖身受重伤之后啊 定力大减 休息这九阴大法的时候 又是不断受到心中魔障的侵扰 这时候呢 听到陆成二人心热笑语 身旁又是个自己爱极的人 渐渐把持不定 只觉得全身情热如火 黄荣听他呼吸急促 手掌火烫 暗暗的心惊 忙说靖哥哥 留神 快定心沉气 郭靖心惊摇动啊 我不成了 荣儿 我 说着就要站起身来 黄荣大急 千万别动 郭靖强行坐下 呼吸了几下 心里边太烦躁 胸口像要爆裂 荣儿 你救救我 又要站起来 黄荣说 坐着 你一动 我就点你的穴道 对 你快点 我管不住自己了 黄荣心里头知道 他穴道要是被封闭 内息不能流动 这两天的修炼之功 不免付诸东流啊 又得从头练起 但是眼下情势急迫 只要他一起身 立刻有性命之忧 一咬牙 左臂回转 以兰花扶学手 去扶他左胸 第十一类鼓处的张门学 手指啊 将要扶到他的穴道 那儿知道 郭靖的内功 已经颇为精湛 身上一欲外力来袭 肌肉力转 不由自主的 避开了他的手指 黄荣连扶两下 都没有点中 第三下要再点 忽然左腕一紧 已经被他伸手拿住 此时天色微明 黄荣见他眼中血红血红的 心里头更惊 但觉他拉自己的手腕 嘴里头言语模糊 神志好像已经失常 情急之下 猛然尖头 往他的胳膊上一撞 他穿着软胃甲呢 软胃甲上尖刺 刺进他的肉里 郭靖一阵疼痛 愣了一愣 忽听得村中的公鸡 高声的啼叫 脑海中犹如电光一闪 心里头邓时清明 缓缓放下黄荣的手腕 惭愧不已 黄荣见他 额头上大汗淋漓 脸色苍白 但危急关头 显然已经度过了 靖哥哥 咱们过了两天两夜了 啪的一声 郭靖伸手打了自己 一个巴掌 哎呀 刚才好险呢 要伸手再打 黄荣微笑着拦住 嗨 那也算不了什么 老顽童那样的功夫 听到我爹的销声的时候 也把持不定 何况你身受重伤呢 刚才郭靖 这一阵天人交战 两个人情急之下 都忘了意志声音 陆冠英和程瑶家 正在意乱情迷呢 自然不会知觉 但是内堂中 欧阳客 耳音敏锐 却听出了 黄荣的余声 不仅又惊又喜 宁神细听 可又没了声音 他的双腿断了 没法走动啊 哎 当下他以手带脚 支着身子 走出来 陆冠英和新婚妻子 并肩坐在凳子上 左手搂住他的肩头 忽然听得柴草 酥酥的声响 回过头来 就见一个人双手撑地 从内堂出来 不觉吃了一惊 忙起身 拔刀在手 欧阳客受伤挺重 饿了挺长时间了 更加虚弱 忽然见刀光耀眼 觉得一阵头晕 摔倒在地 陆冠英 见他满脸病容 忙抢步上前 扶他在凳子上 坐下 后背靠着桌边 承瑶家 啊的一声惊叫 认出 他是曾在宝英县 擒拿过自己的 那个坏人 陆冠英见他神色惊慌 还安慰他 别怕 是个断了腿的 承瑶家说 他是歹人 我认得他 欧阳客 慢慢地醒过来 给碗饭吃 我饿死了 承瑶家 见他双颊身陷 目光无神 已经没有了 当时欺负自己的时候 飞扬跋扈的神态 他本就心软 加上正当新婚 满心喜气洋洋的 于是 就去厨房 盛了碗饭给他 欧阳客吃了一碗 又要一碗 两大碗饭一下度 精力大增 望着程大小姐 坏心眼又来了 但毕竟挂念着黄蓉 黄家姑娘在哪啊 陆冠英说 哪位黄家姑娘啊 桃花岛 黄药师的闺女啊 哦 你认得我师姑 听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嗨 你骗得了我吗 我明明听到他的声音了 欧阳客左手 在桌子上一按 翻转身子 双手称帝 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回想刚才 黄蓉的这个 说话的声音 从东面过来的 但东面是墙 也没门也没窗 仔细琢磨 嗯 这碗厨里边 必有蹊跷 当下把桌子 拉到碗厨之前 翻身坐在桌子上 拉开厨柜的门 好 插播一条最新的路况 指挥中心提示大家 东志门桥 北向南方向有车着火 目前正在断路清理现场 请后车绕行 朝内北小街行事 再重复一遍 东志门桥 北小南方向有车着火 目前正在断路清理现场 请后车要绕行 朝内北小街行事 他们以为 贵厨中一定是一道门 哪知道 里面满是灰尘 污秽不堪 心中很是失望 明神一瞧 见这个铁碗边上的灰尘中 有几道新手印 心链一动 伸手去拿 拿不动 接着 旋转 只听得喳喳声响 贵厨中暗示的门 缓缓向旁边分开 露出黄荣和郭靖 二人端坐的暗示 他见到黄荣 自然是满心欢喜 但是见郭靖在旁边 却是又怕又嫉妒 呆了半晌 妹子 你在这儿练功夫吗 黄荣在小孔中 见他发现了暗示 就在盘算杀他的办法 他在郭靖耳边悄声地说 我引他进钱 你用降龙掌一招送他的钟 郭靖说 我使不出掌力 黄荣想要再说什么 欧阳克已经现身了 他心想 我得撒个大谎 把他远远地骗走 挨过这剩下来的五天五夜 欧阳克起初啊 他很忌惮过境 怕他 但见他脸色憔悴 想起来 叔父曾说过 已经在皇宫中用蛤蟆弓 把他镇死了 哦 原来居然没死 但受伤也一定是极其重了 他瞧了两个人的神情 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他有心再试一试 妹子 你出来吧 躲在这儿气闷得紧呢 说着 就伸手来拉黄荣的衣袖 黄荣提起竹棒 一招棒打狗头 往他头顶打去 出手狠辣 正是打狗棒法中的高招 棒家风声来时迅猛 欧阳克急忙向左闪避 他的竹棒呢 早已经变成横扫 欧阳克吃了一惊 一个跟头翻过桌子落在地下 黄荣要是能乘胜追击 再一招反戳狗屯 那就可以命中他的要害 但是啊 他盘膝而坐 行动不得 心里边连说可惜 陆冠英和程瑶家 忽然间贵厨里边有人 都吃了一惊 等看清楚是郭黄二人 黄荣和欧阳克 已然动上了手 欧阳克一落下 立即双手撑地 翻上桌子坐好 吃开了擒拿法 勾打锁机 隔着密室的门和黄荣相斗 黄荣的打狗棒法 虽然很奥妙 但身子不能移动 又得照顾郭靖的内息 出招的时候不敢使劲 欧阳克的武功 当然高出他很多 只拆了十多招 黄荣已经是疲于应付 显向还生 陆冠英夫妇 操刀挺剑 上前加工 欧阳克呢 毫不在意 高声长笑 猛的发掌 往郭靖的脸上劈去 这个时候 郭靖完全没有抗拒的能力 见到狄招 只有闭目挨打 黄荣大惊 身棒一条 欧阳克手掌翻转 已经抢住棒子的头 急往外夺 黄荣哪有他劲儿大呀 身子晃了一晃 他就怕手掌啊 和郭靖的手掌脱开 只得撒手 松了棒子 回手在怀中一探 一把钢针制了出去 两个人哪 相距不过几尺 欧阳克见光芒耀眼 钢针已经破进他的面门 急忙腰间实力 仰天躺在桌面 躲过了钢针 这个时候 陆冠英见欧阳克 正是举上之肉 举刀过顶 猛的就往他脖子中 看下来 欧阳克呢 向右滚开 咔的一声 陆冠英钢刀 砍进了桌面 只听到头顶 痴痴的声响 钢针飞过 突然觉得背声一麻 半边身子 当时不能动了 想要避让 右胳膊已经被敌人从后面抓住 程瑶家大惊 来救他 欧阳克笑了 倒极了 当兄抓去 出手非常快 早已经抓住他胸前的衣襟 程瑶家忙回剑砍他的手腕 同时向后跳开 就听痴痴的一声响 一斤已经被他扯下一块 吓得程瑶家常见 险些脱手 脸都白了 哪敢再上前 欧阳克坐在桌子角 回头见 贵厨的密门又已经关上 刚才差点被钢针打中 他心里头 也有点发怒 按说 这小丫头真不好抖 哎 有了 我呀 我把那程大小姐 戏耍一番 管教这姓郭的小子 和小丫头 听得心烦意乱 把持不定 坏了功夫 那时候 还不乖乖的听我摆布 想到这 心里头还挺高兴 他心思 这皇家小丫头 是天仙一样的人 我总要让他心甘情愿的 跟我一辈子 要是用墙 那没情趣 这个计策挺好 妙不可言 他对程瑶家说 诶 程大小姐 你是要他死呢 还是要他活呀 程瑶家见丈夫身在敌手 动弹不得 他跟你无冤无仇的 求求你放了他吧 刚才你饿得要命 不是我盛了饭给你吃吗 哎 你看你看 这两碗饭 怎么能换一条命呢 嘿嘿 想不到啊 你权真派 也有求人的日子 他 他是桃花岛主门下的弟子 你别伤他 谁叫他用刀砍我来着 要不是我躲得快 这脑袋瓜子 还能长在脖子上吗 你不用拿桃花岛来吓我 黄药师是我岳父 什么是他岳父 纯粹瞎说 程瑶家呢 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 那么他是你的晚辈 你放了他 让他跟你赔礼 嘿嘿嘿 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 你要我放他 那也可以 但得依我一件事 程瑶家见到他脸上的银鞋神色 知道他不坏好意 低头不渝 欧阳客说 瞧着 举起手掌 啪的一声 把方桌劈下一脚 断出整整齐齐 就跟刀劈的一样 程瑶家不禁骇然 心说就是我师父 也未必有这功夫 要知道 欧阳客从小得叔父亲传 那功夫 确实比中年才开始学艺的孙伯二 精蠢 他见程瑶家 神色很害怕 心里头洋洋得意 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要是不听话 我呀 我就在他脖子上 这么一下 说着 伸手比了一比 程瑶家打了个冷战 惊叫了一声 你听不听话呀 程瑶家勉强点了点头 好好好 哎 这才是乖孩子 你去 关上大门 程瑶家犹豫不动 啊 你不听话 程瑶家胆战心惊的 指责去 掩上了门 昨天晚上 啊 你们两个成亲 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 洞房花竹 哎 你们竟不宽衣解带 天下没这样的夫妻啊 你连新娘子也不会做 我来教你啊 你 你把全身衣装 都脱干净 要是剩下一丝伴侣 我立刻送你丈夫归天 你就是个风流小寡妇了 啊 陆冠英的身子不能动 耳朵 那是听得清清楚楚啊 只气得目次欲裂 有心要叫妻子 别管自己 快些自行逃命 她的嘴 没法动 黄荣 当欧阳克抓住陆冠英的时候 已经把密门关上 手抓匕首 等他二次来攻 忽然听他叫程瑶家脱衣服 不觉又是气恼 又是好笑 她呀 是小孩新兴 虽然恨欧阳克卑劣 但不自禁的也想瞧瞧 这个扭扭捏捏的程大小姐 到底肯不肯脱 欧阳克还在那说呢 脱了医生有什么要紧呢 你打从娘肚皮里出来的时候 是穿了医生的吗 你要自己的脸面呢 还是要你丈夫的性命啊 程瑶家沉吟片刻 你杀了他吧 欧阳克说什么也没想到 他竟会说出这句话 微微一漏 却见他横转长剑 直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 他急忙挥手发出一枚透骨钉 睁了一声 把他的长剑打落在地 程瑶家 弯腰去实剑 呼停的有人拍门 店家 店家 是个女子的声音 他心头一乐 哎呀 有人来了 这局面可有变化 忙 弯腿捡起长剑 立即跳出去 打开大门 只见是一个浑身束缚的妙龄女子站在门外 白布包头 腰间挂刀 情容憔悴 那也掩不住天然的励志 程瑶家不管他是什么人了 总是绝境中来临的救星啊 啊 姑娘请进 那个少女 见程瑶家衣饰华贵 容貌娇美 手里头又拿着一把利剑 万万想不到 这荒村野店的啊 门一开 竟出来这样一位人物 不禁一愣 有两具棺木在外 能抬进来吗 要是平常人家啊 棺材 啊 您抬进人家屋里 那怎么成啊 可是这客店不一样 程瑶家指盼他进来 别说是俩棺材啊 那就是一百一千个棺材 都进来也成 啊 好极了 那抬进来吧 少女更奇怪了 心想 这棺材 抬进来就抬进来 干嘛还 好极啊 向外招手 八名杠夫 抬了两具 黑漆的棺木 走进殿堂 那少女回过头来 和欧阳克一照面 大吃一惊 苍郎一响 腰刀出鞘 欧阳克哈哈大笑 哎呀 上天注定咱们有缘 真是逃也逃不掉 送上门来的艳福 不享受太亏 这个少女 正是曾经被她抓获过的 慕念词 她在宝印和杨康决裂 伤心断发 万念俱灰 心想 世上还有一事未了 于是赶赴中都 娶了寄存在寺庙里的 杨铁新夫妇的灵鹫 护送南下 要去安葬在 临安牛家村 一父一母的故居 然后呢 出家当尼故 此时 蒙古兵大举进宫 中都面临围城 兵荒马乱之际 一个女孩带着两具棺材 一路上毫不艰难 费了千辛万苦 才回到故乡 她离家的时候 才五岁 从没到过牛家村 见到傻姑那家客店 心想呢 我先住了店打监 再去探问 哪知道 一进门 竟然撞到了欧阳客 她不知道 眼前这个锦衣美女 也正受这魔头的欺负呢 当时程瑶家被抓 穆念慈却被欧阳客 藏在空棺材里 两个人没见过面 还以为啊 程瑶家是他的机械 当下向他虚砍一刀 夺门就逃 只听着一斤带风 一个人影 从头顶越过 穆念慈 举刀向上撩 欧阳客身子还在半空 右手的十亩两指 已经捏住刀背一扯 左手拉住他的手腕 穆念慈腰刀脱手 身子腾空 两个人一起落在 进门一半的那具棺材上 四个杠夫一起叫 哎哟 棺材落地了 只压得那四名杠夫啊 八只脚 伤了五六只 欧阳客左手 把穆念慈搂在怀里 右手用刀背 向杠夫乱打 那四名杠夫连声叫苦 爬过棺木向外急逃 另外四名 这个扔下棺材 钱也不敢要了 跑吧 陆冠英身离敌人之手 当即跌倒 程妖家抢过去扶起来 他对眼前的情势 很是茫然 正在琢磨脱身之策 欧阳客右手 在棺材上一按 左手抱着穆念慈 跳到桌边 顺手回待 又把程妖家 抱在右臂的弯中 他把两女都点了穴道 坐在板凳之上 左拥右抱的哈哈大笑 黄家妹子 你也来吧 正在得意呢 门外人影闪动 进了一个少年公子 不是别人 正是杨康 他怎么来了呢 他和完颜洪烈 彭连虎等人 从黄耀石胯下钻出去 逃出牛家村 众人受了这番奇耻大辱 都是默默无言的低头而行 杨康心想 要报此仇 非求欧阳峰出马不可 他到皇宫取书没回来 于是秉明了完颜洪烈 独自回来 在村外树林中等候 那晚上周伯通 欧阳峰黄耀石三个人 忽来忽去 身法极快 以杨康这点功夫 黑夜中那儿瞧得明白 到第二天清晨 却见慕念慈 压着棺木进村 他怦然心动 悄悄跟在后面 见他进殿 台关的杠夫急忙逃走 心里头很奇怪 在门缝中一瞧 见黄耀石 早已经不在了 慕念慈 却被欧阳克抱在怀里 正要大师轻薄 在傻姑的店里 欧阳克正要轻薄 慕念慈 杨康进来了 欧阳克见他进来 小王爷 你回来了 杨康点了点头 欧阳克见他脸色有变 还安慰他呢 当年呢 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 大丈夫能屈能伸 那算不了什么 等我叔父回来 给你出气 杨康点了点头 目不转睛的 望着慕念慈 欧阳克说 小王爷 我这两个美人 挺不错吧 杨康又点了点头 当初啊 慕念慈和杨康 在中都街头比武 欧阳克并没有在场啊 所以呢 他不知道 两个人之间 另有一段渊源 杨康起初 并没有把慕念慈 放在心上 以亿 往情深 不禁感动 所以定了婚姻之约 这时候呢 见欧阳克 把他抱在怀里 心中恨极了 脸上 却不动声色 欧阳克说 昨天晚上 这里有人结亲 这个厨房里啊 还有酒有鸡 小王爷 老你家 去拿来 咱们共饮几杯 我叫这两个美人啊 脱去衣裳 跳舞给你下酒 杨康说 哎 那再好也没有 慕念慈突然见到杨康 惊喜交集 可是 他对自己竟丝毫不加理睬 心头早已十分的生气 又见他神情轻薄 要随同欧阳克 侮辱自己 胸中更是一片冰凉 决心 只等手脚一得自由 就自稳在这 父亲郎的面前 正好呢 求得解脱 从此再不知 人世间的愁苦事 只见杨康转身到厨房中 取出韭菜 和欧阳克 并做饮酒 欧阳克 真了两碗酒 递到牧城二女的嘴边 先喝酒 以住歌舞之兴 啊 这两个女子啊 虽然气得快晕过去了 但苦于穴道背点 眼见酒碗碰到嘴唇 却是没法转头躲避 都被他灌下了半碗酒 杨康说 欧阳先生 你这身功夫 我真是羡慕得很 先敬你一杯 再观赏歌舞 欧阳克接过杨康递过来的酒碗 一饮而尽 随手解开二女的穴道 双手呢 却还按住他们后背的药穴 乖乖的听我吩咐啊 那就不但没有苦吃 还有你们的乐呢 哎 小王爷 你喜欢哪一个 凭你先挑 杨康说 哎 这可多谢了 慕念词指着门口的两具棺材 杨康 你瞧这是谁的灵鹫 杨康回过头来 见第一具棺木上 朱漆写着一行字 大宋义士 杨铁心灵鹫 心里一惊 脸上呢 还是满不在乎 欧阳先生 你紧紧抓住这两个妞 让我来摸摸他们的小脚吧 瞧瞧 是哪一个的脚小些 啊 我就挑他 欧阳克说 嘿 这个小王爷 真是妙人哪 我瞧啊 一定是他的脚小 说着 在成瑶家的下巴 摸了一把 我呀 生平有一门功夫 只要瞧了 女人的脸蛋 就知道 他全身从上到下 长得怎么样 杨康说 哎 佩服佩服 我拜你为师 请你传了我这项绝技 说着呀 就弯腰到桌子底下 慕念慈和成瑶家 都打定了主意 只等他伸手来摸 对准他的太阳穴 就是一脚 杨康说 欧阳先生 你再喝一碗酒 我就跟你说 你猜的对不对 欧阳克笑了 哎 端起碗来 杨康从桌子底下 瞥眼上瞧 见他正仰起了头喝酒 猛的从怀里取出一截 铁枪的枪头 把全身的劲儿都聚集到手腕 牙关紧咬 向前猛送 扑的一声 直刺入欧阳克的小腹之中 扎进去五六寸身 随即一个跟头 从桌子底下翻出来 这一下来得太突然 黄荣 慕念慈 陆冠英 程姚家 全都吃了一惊 只知道有变 却没有看见桌子底下 发生了什么事 欧阳克双臂急震 把牧城二女双双推下板凳 手里的酒碗随即甩出去 杨康低头躲过 苍狼一响 那个碗在地下碎成了千百片 可见这一甩 这个劲儿打得惊人 杨康就地打滚 本来呢 打算滚出门去 哪知道门口被棺材挡住了 他翻身站起来 回过头来 只见欧阳克 双手撑住板凳 身子向前倾斜 脸上似笑非笑 双眼凝望自己 神色很是怪异 杨康不由自主地打个寒颤 心里头 想着我要逃出殿门 但是 被他目不转睛地盯着 身子就像僵住了一样 再也动弹不得 欧阳克 欧阳克仰天打个哈哈 嘿嘿 我姓欧阳的纵横半生 想不到今天死在你这小子手里 只是我心里实在不明白 小王爷 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 杨康双脚一点 身子跃起 想要逃到门外 再回答他的问话 人在半空呢 突然觉得身后进风袭来 后脖子 已经被一只钢钩般的手抓住 再也无法向前 蹬的一下 和欧阳克同时坐在棺材上 欧阳克说 你不肯说 要我死不瞑目啊 杨康的脖子要穴被他抓住 四肢都不能动 已经知道万难幸免 嘿 好吧 我对你说 你知道他是谁 说着向慕念慈一指 欧阳克转过头来 见慕念慈提刀在手 要上前救援 却又怕伤了杨康 这个关切的表情 就和刚才程瑶家 对陆冠英一样 心里都当时明白了 哦 他 他 说着 忽然咳嗽起来 杨康说 他是我没过门的妻子 你两次强加戏辱 我岂能容你 欧阳克一笑 嘿嘿嘿 原来是这样 咱们同赴阴间吧 高举了手 在杨康天灵盖上 比较一下 局长就要拍落 慕念慈大声惊叫 急步抢上去相救 那根本来不及 杨康闭了眼 只等他这掌拍下来 哪知道 过了好一阵 头顶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睁开眼来 见欧阳克脸上笑容还在 右掌还是高举 抓住自己后脖子的左手 却已经放松 他急忙睁开 欧阳克跌下棺材盖 已然弃绝身亡 死了 杨康和慕念慈呆了半赏 四手相握 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说起 望着欧阳克的尸身 心中还有余悸 程瑶家扶起陆冠英 解开他背风的穴道 陆冠英知道 杨康是大经国的亲史 虽然见他杀了欧阳克 对自己有恩 但也不能就此化敌为友 上前作了一衣 不说一句话 拉了程瑶家的手 扬长而去 两个人刚才的惊险 实在是平生 从来没有的经历 这次死里逃生啊 这个逃生之后 竟都忘了 去和郭靖黄荣见面了 黄荣见杨康和慕念慈 崇慧 感激他解救了大难 郭靖呢 更盼这个异地 从此改过向善 和黄荣对望一眼 都是满脸的笑容 只听穆念慈说 你爹妈的灵鹫 我给护送回来了 杨康说 这本是我分内的事 偏劳你了 穆念慈也不提往事 只是和他商量 如何安葬 杨铁新夫妇 杨康从欧阳克的小腹中 拔出铁枪的枪头 咱们哪 快把他埋了 此事 要是被他叔父知道 天下虽大 咱们俩却没有容身之地 当下两个人 在客店后面的废园中 埋了欧阳克的尸身 又到村里 雇人来抬了棺木 安葬在杨家旧居的后边 杨铁新 离家是太久了 村子里的熟人 都已经凋谢 所以呢 也没人问 安葬完毕 天已经全黑 当晚穆念慈 在村里人家中借宿 杨康呢 就住在客店之中 第二天清晨 穆念慈来到客店 想问他 今后怎么打算 却见他在殿堂中 不住的跺脚 连连叫苦 忙问原因 杨康说 哎呀 我做事太糊涂 昨天 那男女两个人 应该杀了灭口 慌张之中 竟然让他们走了 这时候 到哪找去啊 穆念慈 奇怪 干嘛呀 我杀 欧阳克的事 要是传扬出去 那还了得 穆念慈 皱眉不高兴 大丈夫 敢作敢为 你既然害怕 昨天就不该杀他 杨康不说话 杨康不说话 只是盘算 如何去追杀 陆成二人灭口 穆念慈说 他叔父虽然厉害 咱们只要远走高飞 他也难以找得着啊 不是 妹子 我心中另有一个想法 他叔父武功盖世 我是想拜他为师 啊 我呀 我早有这个想法 只是 他门中向来有个规矩 代代都是一脉单传 欧阳克一死 他叔父就能受我为徒了 说这话呀 还挺得意 听了他这话 瞧了他脸上的神情 穆念慈当时量了半截 哦 原来昨天你冒险杀他 并不是为了救我 却是另有图谋 哎呀 你也太多疑了 为了你 我就是粉身碎骨 也是心甘情愿呢 这些话呀 将来再说 眼下你怎么打算呢 你是愿意 做大宋的忠义之民呢 还是贪图富贵 不可限量 仍然要去认贼做父呢 杨康对穆念慈 十分爱慕 但听他这几句话 锋芒毕露 又很不高兴 富贵 我又有什么富贵 大金国的中都 也被蒙古人攻下了 打一仗败一仗 亡国之祸 就是眼前的事 穆念慈是越听越不顺耳了 啊 金国打败仗 咱们正是求之不得 你却是惋惜遗憾之极 说什么亡国之祸 大金国是你的国家吗 啊 杨康说 你老提这些闲事干什么 自从你走后 我想的你好苦啊 慢慢走上前去 握住了他的右手 穆念慈听了这几句 柔声低语 心里边软了 被他握着的手 轻轻一缩 没有挣脱 也就由他 脸上微微泛红 杨康 杨康左手 正要去搂他的肩头 呼听得空中几声鸟叫 很是嘹亮 抬起头来 只见一对白色的巨雕 震翅掠过天空 那天完颜红烈 率队追杀拖雷 杨康曾经见过这对白雕 知道 后来被黄蓉带走 心想 白雕怎么到了这儿呢 他拉着穆念慈的手 急不出门 只见两头白雕 在空中盘旋来去 大树边 一个少女骑着骏马 正向着远处眺望 那个少女足灯皮靴 手持马鞭 身穿蒙古人装束 背着长弓 腰间挂着一袋语剑 白雕盘旋了一阵 顺着大路飞去 过不多时 重新又飞回来 只听大路上 马蹄声响 挤成马急奔而来 杨康心想 看来这对白雕 是给人引路 叫他们和这蒙古少女相会 但见大路上 尘头起出 三骑马渐渐的跑进 吃了一声响 雨剑破空 一支剑向这边射来 那个少女从剑湖里 抽出一支长剑 搭上了弓 向着天空射出 三骑马上的乘客 听到剑声 大声的欢叫 奔驰更快 那个少女策马赢了上去 和对面一起 相距大约有三丈 两个人齐声呼哨 同时从安子上纵跃而起 在空中手拉着手 一起落在地下 杨康暗暗心惊 哎呀 这个蒙古人骑射的本事 实在是厉害 连一个少女也如此了得 金国怎么能不败呢 郭靖和黄荣在密室中 也已经听到 刁鸣剑飞 马匹驰骋的声音 过了片刻 又听几个人说着话 走进店来 郭靖又惊又喜 怎么 他也到了这儿 这可奇怪了 原来说话的蒙古少女 就是他的未婚妻子华征 另外三个人 是拖雷折别博尔朱 华征和哥哥 叽叽咕咕的又说又笑 这些蒙古话 黄荣是一句不懂 郭靖的脸上却是 青一阵白一阵 刚才的喜悦之情 已经全转为担心 我心里边有了荣耳 绝不能娶她 可是她追到这儿 我又怎么能背信弃义 这如何是好呢 黄荣小声说 靖哥哥 这姑娘是谁 他们在说什么 你干嘛心神不宁啊 这件事啊 郭靖过去几次三番 想对黄荣说明 但是话到嘴边 每次总是又缩了回去 这时候听她问起来 再不能隐瞒呢 她是蒙古大汗 成吉思汗的女儿 是我的未婚妻子 黄荣惊得呆了 眼泪都下来了 你 你有了未婚妻子 你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呢 那天 那天秋楚姬和江南六怪 在中都客店中 对郭靖谈论她的婚事 江南六怪曾提及 成吉思汗以爱女许婚 但当时黄荣还没来到窗外 没有听见 所以这事始终是全都不知道 郭靖说 有时候我想说 但怕你不高兴 有时候我又想不起来这回事 啊 是你的未婚妻子 怎么能想不起来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心里头 只拿她当亲妹子 亲兄弟一样 我不愿意娶她做妻子 黄荣高兴了 那为什么呢 这份亲事 是大汗给我定的 那时候我没有不喜欢 也没有觉得很喜欢 只是想大汗说的话总没错 现在 荣儿 我怎么能撇下你 去另娶别人呢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只要你心里永远待我好 你就是娶了她 我也不在乎 不过 还是别娶她的好 我不喜欢别的女人 整天跟着你 说不定我发起脾气来 一箭在她胸口上 刺个窟窿 那你就要骂我了 先别说这个 你听他们 叽里咕噜的 说什么呢 郭靖凑到小孔上 听拖雷和华征 互道别来之情 原来啊 黄荣和郭靖 沉入海里之后 白雕在风雨之中 找不到主人 海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只得回转大陆 想起故居 就震赤北归 华征见白雕回来 已经感到诧异 再见雕脚上绑着一块帆布 布上用刀划着几个汉字 拿去询问军中的汉人翻译 却是有难两个字 华征心里十分惦记 一日南下探寻 当时呢 成吉思汗正和金兵 在长城内外 连日交兵熬战 所以他说走就走 也没人能加拦阻 白雕知道主人的意思 每天向南飞行数百里 寻访郭靖 到晚间再飞回来 就这么着 以离来到临安 郭靖没找着 却找到了拖雷 拖雷奉父王之命 出使临安 约宋朝夹击金国 但是宋朝的君臣 苟安东南畏惧金兵 金兵不来攻打 已经是谢天谢地 哪敢去惹金国呢 因此啊 对拖雷十分的冷淡 把他安置在宾馆里 拖着不理 幸好完颜康在太湖中 被陆氏父子所勤 否则宋朝还会奉金国之命 把拖雷杀了 后来消息传过来说 蒙古出兵连结 连金国的中都燕京 也已经攻下 宋朝的大臣 立即转过脸色 对拖雷四王子长 四王子短 奉承个不亦乐乎 至于同盟攻金 变成毫不费力的 打落水狗 还能乘机坐收厚利 何乐而不为呢 满朝的君臣 立即催着定约帝盟 拖雷心里的很鄙夷 但还是和南宋 定了同盟 打金国 这天启程北返 宋朝大臣 恭送出城 拖雷懒得跟他们敷衍 拍马就走 在临安郊外 见到了白雕 他还以为啊 郭靖到了 哪知道 却遇上了妹子 华征问 你见到了 郭靖安他吗 拖雷正要回答 呼听他门外 人声喧哗 兵甲铿锵 原来宋朝 护送蒙古亲使的 军马 终于还是赶着来了 杨康悄然的 站在殿门口 眼见宋军的旗帜上 大叔 恭送蒙古亲使 四王爷 北返的字样 不禁思潮起伏 感慨万撞 啊 就在数十天之前 自己也还是王子亲使呢 如今却截然一身 没人理睬 他一生长的是富贵滋味 要他轻易的抛掉 实在是千难万难的事 慕念慈冷眼旁观 见他神情古怪 虽然不知道他想什么 但估计 总是念念不忘 投靠异族 得荣华富贵 不禁暗自身上 宋军领队的军官 走进客店 恭恭敬敬的参见拖雷 应答了几句话 回身出来 哎 到每家人家去问问 有一位姓郭的郭敬郭官人 是在这村里吗 要是不在 就问到哪去了 这些军士齐声答应 一哄而散 过不多时 就听到村子里边 鸡飞狗跳 男叫女哭 那自然是众军士 询问一无所得 但却顺手牵羊 拿老百姓的财物 杨康熙离动 这些军士乘机打劫 我干脆 乘机和这蒙古王子结交 和他一同北返 在半袋 我设法赐死了他 这不是难事 蒙古大汗 一定以为是宋人所为 那时候 蒙古和宋朝的盟约必败 太有利于金国了 心里边想好了 就跟穆念慈说 哎 你等我会儿 大踏步走进殿堂 那个将官高升的阻拦 伸手拦他 被他左臂一阵 仰天摔出 半天爬不起身 拖雷和华征一愣之间 杨康已经走到堂中 从怀里边 取出那截铁枪的枪头 高举过顶 供在桌上 双膝跪下放声大哭 郭兄长啊 郭兄长 你死得好惨 我定要给你报仇 郭兄长啊 拖雷兄妹啊 不懂汉话 听他口口声声的 呼叫郭靖的名字 大感惊异 见那将官好容易爬起身来 赶忙让他上去询问 杨康是一边哭一边说 涕泪庞陀呀 断断续续的说 我是郭靖的结义兄弟 郭大哥被人用这铁枪的枪头刺死了 那奸贼是宋朝军官 一定是受了宰相史密远的指使 拖雷兄妹 听到那懂蒙古语的军官翻译出来 都像焦雷轰顶啊 作声不得 哲别博尔竹都和郭靖情深意厚 四个人当时是垂胸大哭 杨康又说起 郭靖在宝英杀退金兵 相救拖雷等人的事 拖雷等人就更没有怀疑 详细询问郭靖死的情况 仇人是谁 杨康说 害死郭靖的是大宋指挥使段天德 他知道此人在哪儿 这就要去找他报仇 只可惜孤掌难鸣 只怕不容易成事 害他信口胡说呀 诶 胡说吧 还说得真切异常 郭靖在暗室听得明明白白呀 心里头一片枉然 华征听到后来拔出腰刀 就要横刀自闻 转念一想 有灰刀砍在桌子上 不给郭靖安的报仇 势不为人 郭靖见他的计谋 已经成功了一半 心里头暗暗喜欢 低下头来还是假裤 一瞥眼 见到欧阳克 从黄蓉手里夺来的竹棒 横在地下 晶莹碧绿 绝对不是平常的东西 他走过去 拿在手里 黄蓉可是不住叫苦啊 也没办法 不能出去呀 这些军士送上酒饭 拖雷等人哪吃得下去呀 要杨康立刻带领去找杀郭靖的仇人 杨康点头答应 拿了竹棒走向门口 回头招呼 穆念慈同行 穆念慈微微摇头 杨康心想 鸡不可失 儿女之事 不妨暂且搁下 当下自行出殿 众人随后跟出 郭靖在暗示 低声地说 哎 那段天德不是早在龟云庄上 被他打死了吗 黄蓉摇摇头 哎呀 我也想不出其中的道理 用刀刺你的 那不是他自己吗 这个人诡计多端 心思难测 胡亭的门外 一个人高声的吟肃 纵横自在 无拘束 心不贪荣 身不辱 哎 穆姑娘 怎么你在这儿啊 说话的 是长春子秋楚姬 穆念慈还没答话呢 杨康刚好从店里边出来 见是师父 心里砰砰乱跳 这时候狭路相逢 没处可躲 只得跪下磕头 邱楚姬身边 还站着几个人 是丹阳子马玉 玉阳子王楚一 清静散人孙不二 以及邱楚姬的弟子尹志平 他们怎么来了呢 前一天呐 尹志平被黄药师 打掉好几颗牙 赶忙去临安城 禀告师父 邱楚姬又惊又怒 历时就要去会黄药师 马玉呢 却力主持重 邱楚姬说 黄老邪早年和仙师齐名 咱七兄弟中 指王师弟 在华山绝顶 见过他一面 小弟对他是久仰的了 早想见见 又不是去跟他打架 打是个何必阻拦呢 马玉说 素闻黄药师性子古怪 你呢 又是霹雳火爆的脾气 见了面 多半没有好事 他饶了志平性命 总算是手下留情了 可邱楚姬啊 坚持要去 马玉拗不过他 恰好全真七子 这个时候都在临安附近 于是传出信去 一起约齐了 这就同到牛家村来 全真七子齐道 自然是声势雄大 但他们深知 黄药师十分了得 是有是敌 又不分明 丝毫不敢大意 有马玉秋楚姬 王楚一 孙不二 尹志平五个人 先行进村 谭楚端 刘楚玄 郝大通三个人 在村外接应 哪知道 黄药师没见到 却见了 慕念慈和杨康 邱楚姬 见杨康磕头 只哼了一声 也不理会 尹志平说 师父 那桃花岛主 就在这家小店里 欺负弟子 他本来叫黄药师 为黄老邪 被马玉啊 呵斥过几句 值得改口 邱楚姬向内 朗声的说 全真门下弟子 马玉等 拜见桃花岛 黄岛主 杨康说 里面没人 邱楚姬说 可惜 可惜没见着他 哎 你在这儿 干什么呢 杨康见了师父师叔 早已经吓得心神不定 一时说不出话来 华征 已经向马玉 看了半天了 这时候跑上前来 啊 你是那位 给我捉白鸟的 头发梳成三个级的伯伯 你瞧 那对小鸟这么大了 他纵声呼哨 白鸟双双而下 分别停在他的左右两间 马玉 微微一笑 啊 你也来南方玩了 华征哭了 道长 郭靖安的 被人害死了 你给他报仇 马玉吓了一跳 用汉语转述了 邱楚基和王楚一 都大惊失色 盲问原因 华征指着杨康说 他亲眼所见 你们问问他 杨康见华征和大师伯相识 怕他们说话一多 引起疑心 要骗过几个蒙古蛮子 是不费吹灰之力 对着师父和师伯师叔 可不能这么信口开河 于是啊 就跟拖雷华征说 你们呢 在前面稍等片刻 我跟这几位道长 说几句话 马上赶来 啊 拖雷听了军官的翻译 点了点头 和众人离村北去 邱楚基立声说 郭靖是谁害死的 快说 杨康寻思 郭靖明明是我赐死的 嫁祸给谁好呢 心里头一时盘算不定 忽然间想起 哎 我先说个厉害的人 让师父去找他 自己送了性命 那就没有后患了 想到这儿 他恨恨的说 就是桃花岛黄岛主 权真妻子啊 早知道黄耀师 在追杀江南六怪 郭靖死在他手 那原是理所当然 没有丝毫的疑心呢 邱楚基当即 破口大骂黄老邪 横蛮毒辣 绝不能跟他罢休 马玉和王楚一 心里头非常伤感 黯然无言 忽然听得远处 隐隐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跟着就跟破搏相机般的 坑坑竖响 其后又是一个人轻声呼叫 声音虽低 却仍然是听得清清楚楚 三种声音在村外兜了个圈子 疏忽又各自远去 马玉又惊又喜 那笑声好像是周师叔所发的 他还在人间 只听得村东三个声音 一起呼啸 见笑见远 孙伯二说 三位师哥追下去了 王楚一说 听那破搏般的叫声和低呼 那两个人似乎是在追逐周师叔 马玉心里边有点担忧 那两个人功夫不在周师叔之下 不知是何方的高人 周师叔要是以一敌二 只怕 哎呀 说着缓缓摇头 全真四子侧耳听了半天 声息全无 知道 这些人早已经跑出树里之外 再也追赶不上 孙伯二说 有谭师哥等三个敢去相助 周师叔就不怕老单了 秋楚基础 就只怕他们追不上 周师叔要知道咱们在这儿 跑进村来 那就好了 黄荣听他们胡乱的猜测 心里头暗自好笑 我爹和老独物 只是和老顽童比赛角力 又不是打架 要真打架 你们这几个臭牛鼻子上去相帮 那也不是我爹和老独物的对手 他刚才啊 听秋楚基大骂自己的爹 自然是很不乐意 至于杨康诬陷他爹杀了郭靖 反正郭靖好好的就在身边 他倒不在乎 马玉摆了摆手 众人进殿堂坐下 秋楚基说 哎 现在你是叫完颜康呢 还是叫杨康啊 杨康见到师父 一双眼金光闪烁 盯住了自己 神色非常的严峻 知道 只要一个应答不对 就有性命之忧 赶忙说 要不是师父和马师伯 王师叔的指点 弟子今天还蒙在鼓里 任贼做父 现在弟子自然姓杨了 昨晚弟子刚和穆士妹 安葬了先父先母 秋楚基听他这么说 心里头高兴 点了点头 脸色呢 当时就大为和缓了 王楚一 本来怪他和穆念慈 比武以后 不肯应称亲事 此时见二人同在一起 估计好事成了 也就消了先前的恼怒之心 杨康取出刺杀欧阳克的 半截枪头 这是先父的遗物 弟子一直放在身边 秋楚基接了过来 在手里抚摸 大势伤怀呀 叹了几口气 十九年前 我在这儿和你父亲 还有你郭伯父相交 户户十多年了 两位故人都已归于黄土 他二人之死 实在是被我所牵累呀 我无力救你父母的性命 这是终生的恨事 郭靖在隔壁 听他怀念自己的父亲 心里很难过 秋道长 还能和我父亲论交情 我却是连父亲的面 也不得一见 杨兄弟能和他爹相会 比我强多了 邱楚基又问黄药师 怎么杀死郭靖 杨康是信口胡周一番 马与王三个人都和郭靖有交情 叹息不止 谈论了一会儿 杨康急着要去会见拖雷华征 有点心神不宁 王楚一看看他 又看看穆念词 你们俩已经成亲了吗 杨康说 还没有 还是早日成了亲吧 秋师哥 你今天替他们做主 办了这事 怎么样啊 黄荣和郭靖对望了一眼 心说 难道今儿个 又要旁观一场洞房花烛 黄荣又想 穆姐姐性子暴躁 跟那位成大小姐大不相同 她洞房花烛之前 说不定 还得跟那姓杨的小子 来一场比武招亲 打上一架 那倒也热闹好看 杨康说 全凭师尊做主 穆念词却说 那得先依我一件事 否则绝不依从 秋主急听了微微一笑 好 是什么事 姑娘你说 我义父 是完颜洪烈的奸贼害死的 他得报了杀父之仇 我才能和他成亲 秋主急一拍手 好啊 你瞧 穆姑娘的话 真是说到了老道心坎里了 康儿 你说是不是啊 杨康大感愁愁 正在思索怎么回答呢 呼听门外一个嘶哑的嗓子 粗声唱着莲花烙的调子 又有一个奸细的嗓子 夹着叫道 老爷太太行行好 赏赐起儿一文钱 穆念词听声音好熟啊 转过头来 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乞丐 一个肥胖 一个矮瘦 那个胖的总有矮小的三个那么大 这两个人身材特异 虽然相隔多年 穆念词仍然记得 是自己十三岁那年 给他们包扎过伤口的两个乞丐 红七公瞧他心好 因此呢 传过他三天的武艺 他要上前招呼 但是两个乞丐进门之后 目光不离杨康手中的竹棒 互相望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走到杨康跟前 双手交胸 攻身行礼 两个乞丐见了杨康和竹棒 马上就攻身行礼 马玉等人 瞧这两个乞丐的不理身法 知道他们的武功不弱 又见每个人背上 都背着八只麻袋 知道这两个人是丐帮中的八代弟子 班辈很高 但是他们对杨康这么恭敬 大为不解 那个兽子说 听兄弟们说 有人在临安城内 见到帮主的法杖 我们四下探访 幸好在这儿得见 却不知帮主 现在在什么地方乞讨 杨康啊 虽然拿棒在手 但是他对竹棒的来历 那是全然不知 听了兽子的话 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是随口啊 嗯啊啊了几声 丐帮中有规矩 见了打狗棒 如见帮主本人 两个乞丐 见杨康不加理睬 神色更是恭敬 那个胖子说 岳州聚会 时间已经很紧迫 东路捡长老 已经在七天前 动身西去 杨康是越来越糊涂 又哼了一声 兽子说 弟子为了寻访帮主法杖 耽误了时间 现在立即就要赶路 尊家 如果也今天上到 就由弟子们沿途 陪伴服侍好了 杨康心里头 暗暗称奇啊 他本想尽早地离开师父 也不管这俩乞丐说什么 既然有机会 他就向马玉 邱楚基等败倒 弟子身有要事 不能随士师尊 扶起恕罪 马玉他们呢 都以为杨康和丐帮 必有重大的关联 丐帮呢 是天下第一大帮会 帮主洪奇功 是和先师王真人 齐名的高人 自然是不能阻拦呢 当着两个乞丐的面 也不便细问 当即和胖瘦两个人 以江湖上的礼节相见 那两个人呢 对权真妻子本来就仰慕 知道他们是杨康的师父 更是千功口口声声 自称是晚辈 穆念慈提起往事 两个乞丐 神态更是大为亲热 他和丐帮本有渊源 就邀他同赴越州之会 穆念慈愿意和杨康同去 当下点头答应 四个人和马玉等行礼道别 出门而去 邱楚基本来对杨康十分恼怒 立即要废了他的武功 只是念着杨铁心的故人之情 终究没有下手 这时候呢 一来见他和穆念慈神情亲密 比武招亲那件轻薄无形的事 已经变成了好事了 二来呢 他得惜自己的身世以后 舍弃富贵 恢复信仰 也不枉自己一番教导的心血 三来 他大得丐帮高倍弟子敬重 全真教 面子上有光 满腔的怒火呀 当时化为欢喜 手脸长须 望着杨木二人的背影微笑 当天晚上 马玉等人就在殿堂中住下了 等候谭楚端等三个人回来 可是第二天一整天 全无音讯 四个人都是心里焦急啊 直到半夜 才听得村外一声长笑 孙伯二说 好师哥回来了 马玉也是低声呼啸一声 过不多时 门口人影闪动 好大通 飘然进来 黄蓬啊 没见过这个人 凑眼 在小孔中张望 这天正是七月初五 一碗新月 恰好在窗间照进来 月光下 见这个道人 肥胖高大 相貌还像个当官的 道袍的双袖 都去了半截 和马玉等人的衣服 不大一样 原来啊 好大通出家前 是山东宁海州的首富 经言义礼 以卖卦消遣 后来在烟霞洞 拜王重阳为师 当时王重阳脱下身上衣服 撕下俩袖子 赐给他穿 还说 物换无袖 辱当自成 这个袖啊 和兽 在那个地方 说话是一个因 意思是说 师父教的法子多少 还在其次 成道不成道 那在自己的悟性 他感念师恩 从此以后 所穿的道袍 都没袖子 邱楚基性子急 哎 周师叔怎么样了 他是跟人闹着玩呢 还是当真动手啊 好大通摇摇头 说来惭愧 小弟功夫浅薄 只追了七八里 就不见了周师叔 他们的踪影 谭师哥和刘师哥 在小弟之前 小弟无能 接连找了一天一夜 也没找着 马玉点点头 嗯 好师弟辛苦了 坐下歇歇 好大通 盘腿坐下 运气在周深大学 转了一圈 小弟回来的时候 在周王庙 遇到了六个人 瞧模样 正是秋师哥所说的 江南六怪 小弟就上前攀谈 果真不错 秋楚基说 哎呀 六怪好大胆子 竟上桃花岛去了 难怪咱们找不着呢 好大通说 六怪中为首的 柯震恶柯大侠说 他们曾和黄药师有约 所以赴桃花岛建约 哪知道 黄药师却不在岛上 他们听小弟说 秋师兄等人在这儿 表示稍后就过来拜法 郭敬听说六位师傅都安好 心里非常高兴 到这时候 他练功已经五天五夜 身上的伤势 已经好了一大半 第六天后半夜 村东的笑声响起 秋楚基说 刘师弟回来了 待了一会儿 只见刘楚玄 陪着一个白须白发的老头 走进店来 那个老头 身披黄格短衫 脚穿麻鞋 手里头挥着一把大菩扇 边笑边谈的进店 见到全真无子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似乎 毫不把众人放在眼里 就听刘楚玄说 这位是铁掌水上飘求老前辈 咱们今天有幸拜见 真是缘分啊 黄荣听了 差点笑出声来 他用胳膊肘在郭敬身上轻轻一碰 郭敬也觉得好笑 两个人都想 瞧这老家伙 又怎么骗人 马玉 邱楚玄等人 他们都是久闻 求千任的大名啊 当时就肃然起敬 言语中 对他十分的恭敬 那求千任呢 却信口胡吹 说到后来 邱楚玄问起 是否曾见到 他们的师叔周伯通 求千任说 啊 老顽童啊 哎呀 他早给黄药师杀了 众人大吃一惊 刘楚玄说 不会吧 晚辈前天 还见到周师叔 只是他奔跑 十分迅速 没追上 求千任一愣 笑而不答 心里头盘算 我怎么圆这谎呢 邱楚玄抢着问 刘师弟 你可瞧见 朱一赶师叔的那两个人 是什么样子吗 刘楚玄说 啊 一个穿白袍 另一个穿轻布长袍 他们跑得好快啊 我只隐隐约约约的瞧见 那个穿轻袍的面容十分古怪 像是一具僵尸 求千任 在龟云庄上 见过黄药师 马上接口 啊 是啊 杀死老顽童的 就是这个 穿轻布长袍的黄药师了 啊 别人 又哪有这个本事啊 我要上前劝阻 可惜 迟了一步 老顽童 死得惨啊 铁掌水上飘 求千任 在武林中 鸣声很响啊 那是大有身份的前辈高人 全真六子 哪想到 他是信口开河呀 一煞时 人人悲愤异常 秋楚姬把店里的桌子 拍得震天响 又把黄药师骂了个狗血淋头 黄荣在暗室里 听着恼怒异常 他倒不怪求千任造谣 只怪秋楚姬 不该这么骂他爹 刘楚玄说 谭诗哥的角力 比我快 也许 能够见到师叔被害的情景 孙伯二说 谭诗哥到这会儿还不回来 别也遭了老贼的 说到这儿 脸色凄惨 住口不说了 秋楚姬拔剑而起 咱们快去救人报仇 求千任哪 怕他们赶去 碰上周伯通 那不就露馅了吗 赶忙说 哦 黄药师知道你们聚在这儿 眼下就会找嘞 这黄老邪奸恶之极 今天老夫实在是容他不得 我呀 我这就找他去 你们在这儿 等候我的好消息吧 众人尊敬他是前辈 不好围拗他的话 又怕在路上和黄药师错过 倒不如在这儿一意待劳 等候敌人 当下一起恭身道谢 送出门去 求千任跨出门槛 回身左手一挥 啊 不必远送 那黄老邪功夫虽然厉害 我却有治他的办法 你们瞧 伸手从腰里 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利剑 剑头对准自己的小腹 黑的一声 直刺进去 众人凄声惊呼啊 只见三尺来长的任风 已经有大半扎进肚子里了 扎进去没事 求千任还说呢 啊 天下任何力气 都伤我不得呀 各位不必惊慌 我此去 啊 要是跟他错过了 黄老邪找到这儿 各位不必和他动手 以免吃亏 等我回来 我回来治他 没问题 邱楚姬说 师叔之仇 做弟子的 不能不报 求千任叹了口气 哎 哎 那也好 哎 这是结束使然啊 你们要报这个仇 有一件事 得牢牢记住 哦 请求老前辈指点 求千任脸色非常的正重 记住啊 一件黄老邪 你们立刻上去就打 千万不能跟他说话 一个字都不能说 否则此仇永远难报 要紧啊 记住老 说吧 转身而去 那把利剑 还插在肚子里呢 哎哟 众人相顾骇然啊 马玉等六个人 那都是见多识广啊 可这利剑扎进了肚子 啊 居然还形若无事 实在是闻所未闻啊 心想这个人的功夫 那是已经到了深不可测的境界了 他们哪知道啊 这又是求千任的一个骗人的伎俩 他那把剑 共分三截 剑尖上稍一受力 第一二截 立即依次缩进第三截之内 剑尖呢 嵌入腰带的夹缝 旁人远远的桥 都以为这个剑的锋刃 已经大半刺进身体 这就跟现在变魔术的道具是一样的 求千任 他是受完颜洪烈之聘 煽动江南豪杰 相互火并 以利惊人难下 所以呢 他才一遇机会 立即传播谣言 这一天里啊 全真六子是坐立不安 茶饭无心 直守到初期的午夜 只听村北隐隐有人呼啸 一前一后 疏忽间到了殿外 马玉等六个人 原本盘膝坐在稻草上 吐纳炼器 尹志平功力较低 已经睡了 听了呼啸声 一起跳起来 马玉说 敌人追逐谭师弟而来 各位师弟 小心在意 这一晚啊 是郭靖 练功疗伤的最后一夜 这七天七夜之中 他不但已经把内伤 逐步治好 外伤的窗口开始愈合 而且和黄荣两人的内功 也已经有了进步 这最后几个时辰 正是他功行圆满的重大关键 黄荣听到马玉的话 大为担忧 来的要是我爹 全真妻子势必和他动手 我又不能出去说明真相 只怕妻子都要伤在爹的手里 妻子的死活也不关我的事 只是靖哥哥和马道长等大有渊源 以他的性子 怎么能袖手不救呢 他要挺身而出 不但全功尽弃 性命也难保啊 想到这儿 他赶忙趴在郭靖的耳边 靖哥哥 你务必答应我 不论有什么重大的事端 千万不能出去 郭靖刚点了点头 这个呼啸之声 已经来到门外 邱楚吉高声叫 太师哥 不天刚北斗 郭靖听到天刚北斗四个字 心里一惊 按想 就因真经中多次提到 北斗大法 说是修习上乘功夫的根基法门 经中所写的北斗大法微妙深奥 难以明白 不知马道长他们的天刚北斗 是否跟这有关 倒要见识见识 赶忙呢 凑到小孔上张望 他的眼睛 刚凑上小孔 只听砰的一声 大门正开 一个道人飞身抢入 但见他道袍扬起 左脚已经跨进门槛 忽然一个亮枪 又倒退出门 原来啊 敌人已经赶到身后 动手袭击 邱楚姬和王楚衣 同时飞身抢出 站在门口 袍袖杨处 双掌齐出 砰的一响 和门外的敌人 掌力相接 邱王二人 退了两步 敌人呢 也倒退两步 谭楚端 已经乘着空隙 窜进门来 月光下 只见他头发散乱 脸上粗粗的 两道血痕 右手的长剑 只剩下了半截 这个模样 很狼狈 谭楚端进门以后 一言不发 当即盘膝 坐下 马玉等六个人 也都坐下了 就听到门外 黑暗中 一个女人的声音 阴森森的叫 谭老道 老娘若不是 瞧在你师兄 马一份上 在道上 早送了你性命 你把老娘 引到这儿来干什么 刚才出掌 救人的是谁 说给我 梅超风 听听 静夜之中 听着他这 夜猫子似的声音 虽然是盛夏 众人的后辈 也都不禁 微微感到一阵寒意 他说话一停 马上就寂静无声 门外 重声唧唧 清晰可闻 过了一会儿 就听得咯咯咯的 一阵响 国警知道 这个声音 发自梅超风的 全身关节 他马上 就要冲进来动手 又过一会儿 就听一个人 缓缓的吟诵 一住行窝 几十年 郭静听出 这是马玉的声音 语调很平和 谈楚端 接下去 捧头长日 走如颠 声音很粗毫 郭静细看 这位全真妻子的二师兄 见他浓眉大眼 身形魁梧 原来啊 谭楚端出家前 是山东的铁匠 归全真教后 道号 长真子 第三个道人 身形瘦小 面目就像猿猴 那是长生子 刘楚玄 只听他音道 海棠亭下 重阳子 长春子 秋楚姬接口 连夜周中 太遗仙 玉阳子 王楚一说 无误可离 虚可外 广宁子 好大通的声音 有人能误 未生前 清静散人 孙不二说 出门一笑 无拘爱 马玉说最后一句 云在西湖 月在天 梅超风 听这七个人 吟诗的声音 都是中气充沛 内力深厚 暗暗心惊 难道权真妻子 又聚会在这儿 刀光剑影 峡谷担心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 射雕英雄传 全书二百一十一回 演播汪良 欢迎您继续收听 梅超风 听全真妻子 吟诗的声音 各个中气充沛 内力深厚 暗暗心惊 难道全真妻子 又聚会在这儿 不 除了马玉 其他人声音 都截然不对 他在蒙古大漠的悬崖绝顶 曾听过马玉和江南六怪 冒充全真妻子的说话声音 他眼睛虽瞎 耳音却极其灵敏 记性又好 声音一入耳 是历久不忘 他不知道 当时啊 是马玉 故步一阵 现在呢 是真的 马道长 别来无恙啊 那天 马玉 对他留有情面 梅超风 虽然为人狠毒 却也知道好歹 谭楚端追不上周伯通 归途中 见到梅超风用活人练功 他狭义心肠 上前除害 哪知道 却不是他的敌手 幸好呢 梅超风认出 他是全真派的道人 顾念马玉之情 只把他打伤 却没有下杀手 一路追赶到这 马玉说 啊 托福托福 桃花岛和全真派 无怨无仇啊 尊师就快到了吧 梅超风一愣 啊 你们找我师父干什么 秋楚姬叫道 好妖妇 快叫你师父来 见识见识 全真妻子的手段 梅超风大怒啊 你是谁 秋楚姬 你这妖妇听见过吗 梅超风大声怪叫 飞身跃起 认准了秋楚姬发声的地方 左掌护身 右抓 迎头扑下 郭靖知道 梅超风这一扑 灵力狠辣 实在难打 秋楚姬 武功虽高 却也不能 应接应驾 哪知道 他还是盘腿坐在地下 既不抵挡 也不闪避 郭靖暗教不妙 秋道长 怎么能这么自信呢 眼见梅超风这一下 就要抓到秋楚姬的头顶 突然 左右两股掌风扑到 那是刘楚全和王楚一同时发掌 梅超风 梅超风又抓继续发劲 左掌恒辉要挡住流亡二人的掌力 哪知道 这二人掌力同流 一阴一阳 相辅相成 那个力道 大的出奇啊 远不是两个人内力相加可比 梅超风在空中 受着大力的激荡 当时向上弹起 右手急忙便抓尾掌 用力一挥 身子向后翻出 落在门槛之上 不禁大惊失色 心想 这两个人功夫如此高深 绝不是全真妻子 是 红七公段皇爷在这儿吗 秋楚姬说 只是全真妻子 有什么红七公段皇爷 梅超风大祸不解 谭老道 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 他师兄弟中 却有这样的高手啊 难道同门兄弟之间 高低强弱 竟会这么悬殊 郭靖在暗示盘观 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他心想 流亡二人的功力再高 最多也是和梅超风 在伯仲之间 虽然二人合力 也绝不能轻轻一挥 就把他弹了出去 这样的功夫 只有出自周伯通 红七公 黄耀师 欧阳风等人 才不奇怪 全真妻子 哪有这样的本领呢 梅超风的性子 强悍之极 除了师父之外 不知道世上 有什么可怕的人 越是受挫 越要蛮干 当时在蒙古悬崖之上 马玉 言语 谦和 以礼相待 他就知难而退 但是今天 邱楚姬信了 求千任的话 以为周伯通 真的已经被 黄耀师所害 再加上 杀害郭靖的仇恨 对桃花岛一派 恨之入骨 嘴里头 连叫妖父 梅超风呢 明知打不过 却也绝不肯 就此罢休 威意沉吟 就伸手从腰间 解下了独龙边 马道长 今天要得罪了 好说 我要用兵刃了 你们也亮刀剑吧 王楚姨说 我们是七个 你只一个人 眼睛又不能看东西 全真七子再不行 也不能跟你动兵器 我们坐着不动 你 尽招吧 梅超风冷冷的 你们坐着不动 就想抵挡我的银边 邱楚姬骂他 好妖父 今天晚上 就是你丧命的时刻 还多说什么 梅超风哼了一声 右手一挥 那满是道沟的长鞭 像一条大蟒 缓缓游了过来 鞭头直指孙不二 黄荣听隔壁 双方斗嘴 心想 梅超风的独龙边 何等厉害 全真七子 竟然端坐不动 空手抵挡 倒要瞧瞧 用的是什么手段 拉了郭敬一把 叫他把小孔 让给他瞧 他见到全真七子 在殿堂中所坐的方位 心中一愣 这是北斗星座之行啊 不错 秋道长刚才 正是说 要步天纲北斗 黄药师啊 精通天文立算之学 黄荣 小的时候 夏夜成凉 就常常由父亲 抱在膝盖上 直讲天上的星宿 所以呢 认得七个道人的阵型 全真七子马玉 位在天书 谭楚端位在天玄 刘楚玄位在天机 邱楚姬位在天拳 四个人组成斗魁 王楚一位在玉衡 郝大通位在开阳 孙不二位在瑶光 三个人组成斗饼 北斗七星中 以天拳光度最暗 却是居奎和炳相接的地方 最是重要 因此呢 由七子中武功最强的 邱楚姬成当 斗炳中 以玉衡为主 由武功次强的 王楚一成当 只见梅朝风的独龙边 打向孙不二胸口 去世虽然不快 可是极为狠辣 诶 那个道姑啊 仍然是 微然不动 黄蓉顺着鞭梢望去 只见他道袍上 画着一个骷髅 心里暗暗称奇 哦 这个全真教号称是 玄门正宗 怎么 他的服饰 倒和梅师姐是遗落 他不知道 当年王重阳 点画孙不二的时候 曾经画了一幅 骷髅图赐给他 意思是说 人的寿命短促 疏忽而逝 化为骷髅 应当修真而目大道 孙不二 纪念先师 把这图形 秀在道袍之上 再瞧这银鞭 这个银鞭 来得虽慢 却带着痴痴的风响 眼见这个鞭梢啊 再近几寸 就要打到 他道袍上 骷髅的图形 诶 忽然间 银鞭猛的回窜 就如一条蟒蛇头上 被人砍了一刀 剑似的 笔直 向梅超峰反冲过去 这一下 来势奇怪 梅超峰只感到手上 微微震动 立即进风扑面 他急忙低头 迎边 擦着他的头发 掠过 心说好险 回边横扫 这一招 鞭身盘打 马玉和秋楚姬 两个人呢 还是端坐不动 谭楚端和王楚一 却出掌 把鞭挡了开去 数招一过 黄荣已经看得清楚 全真妻子迎敌的时候 只出一掌 另一掌呢 却搭在身旁之人的肩上 他略加思索 已然知道其中的奥妙 哦 原来 这和我帮靖哥哥 疗伤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七个人之力 合而为一 梅师姐 哪能抵挡呢 原来呀 天罡北斗镇 是全真教中最上乘的 玄门功夫 王重阳当年 曾为此阵 花过无数的心血 小则用他联手搏击 化而为大 可用于战阵 敌人来攻的时候 正面首当其冲的人 不用出力招架 却有身旁道友 侧击反弓 就像一个人身兼数人武功 的确是微不可当啊 再拆数招 梅超峰越来越惊慌 他感觉到了 敌人呢 已不再把鞭子击回荡开 而是因事带隐 把银鞭迁入敌阵 这个鞭子呢 虽然还可以舞动 但挥出去的圈子 渐渐缩小 又过了一会儿 几丈长的银鞭 已经有半条 被敌阵裹住 再也缩不回来 要是此时 他扔了鞭子跳开 还可以脱身 但他在这条长鞭上 曾经用了无数的苦工 被人坐在地上 空手就夺去 那怎么能甘心呢 他犹豫不决 虽然只是瞬息之间 但是时机稍纵即逝 那天罡北斗之阵 既然已经发动 要不是当天权之位的人收阵 那七个人出手 就一招快死一招 等梅超峰知道 再拼下去没好 无可奈何之下 咬牙放开鞭子 为时已然晚了 刘楚璇掌力带动 啪的一声巨响 长鞭飞出打在墙上 指阵的屋顶摇动 瓦片相击作声 屋顶上灰尘 往下落 梅超峰脚下摇晃 被这一带之力 引得站立不定 向前踏了一步 这一步啊 虽然只跨了两尺 却是成败的关键 他要早一会儿扔了鞭子 就可以不向前跨这一步 而是向后踏出 立即转身出门 这不结了吗 妻子啊 未必就会追 就算要追 那也未必追得上他呀 现在不同 他是向前跨了一步 心里知道不妙 左右双掌齐灰 刚好和孙伯二 王楚一二人的掌力相遇 略加之称 马玉和郝大通的掌力 又从后边拍到 他明知道 再向前行 危险更大 但是形势逼到这儿了 只得左脚踏上半步 大鹤一声 右脚飞起 煞时之间 先后分踢 马玉和郝大通的手腕 邱楚姬 刘楚玄 同声喝彩 好功夫 也是一先一后的 出掌解救 煤朝风右脚没落 左脚右起 虽然闪开了 秋流二人的掌力 但右脚落下的时候 又踏上了一步 这一来 已经深陷天罡北斗阵中 除非把妻子之中 打倒一个人 否则 他绝对没法脱身了 黄蓉看得暗暗心惊啊 昏黄月光下 只见煤朝风长发飞舞 纵月来去 长大脚踢 举手投足 都隐隐的夹带风声 就像虎月爆翻一般 全真妻子 却是以静置动 盘膝而坐 鸡手则尾应 鸡尾则手应 鸡腰呢 则手尾兜应 牢牢的 把他困在阵中 梅朝风 连使九阴白骨爪 和崔心掌的功夫 想要冲出重围 但总是 被妻子的掌力逼回 只急得他哇哇怪叫 这个时候呢 全真妻子 要伤他的性命 原本只是举手之劳 但是啊 始终不下杀手 黄荣看了半天 他明白了 啊 是了 他们哪 是借梅师姐 来摆阵练功 像他这样武功高强的对手 哪能轻易遇上呢 一定要累得他 筋疲力尽而死 才肯罢休 可是他这番猜测呀 只对了一半 借梅朝风练功 那是不错 但是道家不轻易杀生 倒没有伤他性命的意思 黄荣对梅朝风 虽然没有好感 然而见妻子 对他这么折腾 心里头却很不愤 看了一会儿不愿再看 把小孔让给郭靖 就听到 隔壁掌风一时紧一时缓 还在憨斗 郭靖刚看的时候啊 不太明白 见妻子参差不齐的 坐在地下和梅朝风相斗 大祸不解 黄荣在他耳边说 他们呢 是按照北斗星座的方位做的 七个人内力相连 瞧出来了吗 郭靖经这一提醒 下半部九阴真经中 许多的话 一句句在心中流过 原本不知其意的词句 这时候看了妻子出掌布阵 竟然豁然而悟 他明白了 越看越欢喜 情不自禁的站了起来 黄荣大惊 急忙拉住 郭靖也是一惊 随即坐下 凑眼呢 到小孔之上 此时 他对天罡北斗镇的要旨 已经大致明白 虽然不知如何使用 但是妻子每一招 每一事使出来 都等于是在教导他 九阴真经中实战的诀窍 那九阴真经啊 是一位前辈高人 读尽古来道藏 误得的 王重阳创着阵法的时候 没有见到真经 然而道家武学 同出一元 根本要指 原本没有差异 所以阵中的深刻变化 也脱不了真经的包罗 当时郭靖在桃花岛上旁观 洪七公和欧阳峰相斗 固然是大有敬意 毕竟他心思迟钝 北盖和西独二人的武功 又都不是真经一路 所以领悟有限 此时 见妻子行宫布阵 以道家武功 印证真经中的道家武学 处处相合 这才是真正的一大进步 眼见梅超风支撑为难 妻子渐渐减弱掌力 就在这功夫 忽听的门口有人说 妖兄 你先出手呢 还是让兄弟先试试 郭靖一惊 这是欧阳峰的声音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妻子听到声音 也一起感到惊讶 向门口看去 只见门边两个人 一个人青山 一个人白衣 并肩而立 正是那天晚上 注意赶周伯通的两个人 全真妻子 停了手 都站了起来 黄药师说 好啊 七个杂毛 合力对付我的徒弟了 丰兄 我教训教训他们 你说 是不是欺负小辈啊 欧阳峰笑了 他们不敬你在先 你不闲点功夫 亮这些小辈 也不知道桃花岛主的手段 王楚一 当年曾在华山绝顶 见过东邪西都二人 正要向前见礼 黄药师身形微晃 反手就是一掌 王楚一想要阁挡 哪来得及啊 啪的一声 脸上挨了一下 一个亮枪 险些跌倒 邱楚姬大惊 快回原位 就听着啪啪啪啪 四声响过 潭流好孙四个人脸上 都挨了一掌 邱楚姬 见眼前清光闪动 迎面一掌劈来 这个掌影好不飘忽啊 不知向哪挡架才是 情急之中 他刨袖极震 向黄药师胸口横挥出去